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呢我们开始讲解 GS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定时器 定时器呢无所不债 所以这节课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见 好 在GS中的定时器呢 它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一次性定时器 一种叫做周期性的定时器 那所谓一次性呢 就是你在 比如说你定了一个时间三秒 那么在三秒之后就会执行这样一个方法 执行完之后就没有了 这就是所谓的一次性的定时器 那还有一种呢叫做周期性定时器 你定一个时间 你再定一个方法 那么在 比如说两秒 那么每停 每个两秒呢就都会执行这样一个方法 而且呢只要你不主动的销毁这样一个定时器 它一直会执行 那么这个就是简单的一次性和周期性的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次性的定时器应该如何写 好 那么我们要用到GS中这样一个方法叫做settimeout 这个方法是来创建一次性定时器的 这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它是属于window的 诶我们都给大家讲过是吧 那window的属性呢 你前面这个window点可以加可以不加 所以呢这边大家要知道 好我们通过settimeout 它会返回一个定时器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叫做ra timer 好那么这个settimeout呢 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方法 一个是时间 好方法就是一个函数 时间呢它的单位是毫米 它的单位是毫米 好那么是有创建 那就有销毁 那如何销毁这个一次性的定时器呢 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叫做cleartimeout 然后我们将定时器对象传递进来 就可以将它销毁 好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简单举一个例子 来演示一下 一次性定时器的使用方法 好打开我们的samline 那这里面呢 打开我们的back 现在的打开我们的back 来到我们的gs 我们新建一个3 好我们将3拖过来 这是我们的定时器 然后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 我把这个图片呢 给拷贝过来 在gs的应用 里面有个定时器 好把这个图片 我们cd加c 好回到backgs这个3里面 好保存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就是这个图片呢 在5秒之后 图片消失 3秒之后图片消失 好 我们新建文件 叫做1.html 保存 保存 来 写下框架 3秒之后 3秒之后 3秒后图片消失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写一个biv 然后给它一个id 叫做biv 然后里面 我们写一个email标签 sauce等于1.gpg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写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可以简单先浏览一下这个网页 好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但是有这边的图片啊 非常大 非常大 那么我们在3秒之后呢 将这个图片消失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使用到一次性的定乎器 好 我们看代码应该怎么写 script 那首先 我们找到 我们的这个 odiv 它就等于 document .getElementById 我们的div的id叫div 然后我们写一个一次性定习器 叫做stat timeout 好 第一个参数呢 是一个方法 我们方写 是吧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有毫秒为单位的一个单位 是吧 我们写成3秒 那就是这样的 那3秒之后呢 我们让 odiv 它的style里面 有一个属性叫做 this clay属性 我们把它改成 那 那是不是这个div就消失了 div消失了 这个图片呢 就一样呢 就看不见了 因为这个图片呢 我们是存放在这个div中的 好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一次性定习器 能否执行成功 好 打开这个浏览器 我们刷新 好 一 二 三 消失了 好 这是有关这个 一次性定习器啊 那么你也可以在下面呢 写一个按钮 简单的写一个按钮 button 然后给它一个点击事件 是吧 unclick 等于 就是 test 好 取消 下面呢 我们写下这个方法 function test 括号 好 那么我们只要点击了这个按钮 它就会取消我们这个三秒之后消失 那取消呢 我们就要去将这个定时器给销毁掉 定时销毁掉 所以呢 我们需要这个返回值 timer 当于它 好 那么下面呢 如果你点击了 我们就让这个timer给取消掉叫做clear time out 正好 那么叫做time 如果你在三秒之内点击了这个方法 那么它就不会消失 好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发信 好 现在有 我们点一下取消 三秒现在肯定过了 是吧 这个定时器已经被销毁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次性定时器 非常的简单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周期性定时器 好 那周期性定时器呢 和一次性定时器的用法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实现的功能 是不一样的 那么 使用周期性定时器 我们要用到的函数 叫做setinterval 这么一个方法 这么一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里面 同样的参数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方法 第二个就是这个时间 时间呢 也是以毫秒为单位 那么销毁周期性定时器呢 是使用这么一个方法 叫做clearinterval clearinterval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个 周期性定时器的一个例子 好 我们右键 新键文件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HTML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写一个这个 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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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写一个 DIV 简单的 给它 先给它一个ID 叫做DIV 然后我们给它一些 简单的样式 是吧 style 然后我们宽度呢 给一个百分之百 然后我们高度呢 给一个三百个PX 我们的FunkSize 文字的大小 我们给一个50PX 给它大点啊 然后我们的TextLine 居中 我们给一个Center 可以保存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写一个Script 我们没有背景色 给一个背景色 BackgroundColor 我们给一个 这个 Yellow吧 好 保存 我们可以首先 看一下这个DIV 好 打开我们的 2.HTML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下面我们要实现 什么样的功能呢 当把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那么上面就有个计数器 从1 2 3 一直往上加 然后鼠标 离开之后 这个计数器停止 鼠标再次放上去之后 计数器呢 开始 再次离开 停止 我们做这么一个 简单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开始取代码 那首先呢 我们应该获取 这样一个 DIV 是吧 因为我们要给这个DIV 添加时间 好 它就等于 Document getElements 把ID 我们叫做DIV 好 我们给ODIV 添加一个 叫做 onMouse over 当鼠标 逾上去的时候 当鼠标逾上去 onMouseOver 它就等于 放行 给一个函数 给一个函数 那么 当鼠标离开的时候 我们叫做 onMouse out 等于 放行 然后给一个函数 OK 那么 当鼠标 移入的时候 我们需要 创建定时器 然后 去将这个 计数器呢 一直往上 加加加 那么 当鼠标离开的时候 我们要将这个定时器呢 给销毁 所以呢 这两个B包里面呢 现在都使用到一个定时器 那么我们将这个定时器呢 给 给写成 一个全局变量 timer timer 然后我们先给它一个空 先给它一个空 因为这里面我们还要使用到一个变量 所以呢 我们再给一个i等于0 好 保存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计数器 这个呢 是我们的定时器 OK 那么 在当鼠标移住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哪些 哪些操作呢 那首先呢 我们应该在i 加加 让i加1 加1之后 我们 应该做一个周期性的定时器 做一个周期性的定时器 叫做set 因为我们要付给这样一个timer变量 timer就等于set 周期性定时器叫做set interval interval 括号 然后 这里面我们要写一个 方形 括号 大括号 括号 每一秒往上加1 好 每一秒往上加1 那么加1的时候 就是我们设置 div 它的里面的inner html 它就等于i 是吧 它就等于i 它就等于i 那每一次呢 i加加 然后再设置i 那么我们这个i加加呢 位置写错了 你不能写到这 你应该写到定时器里面 是吧 你定时器里面 那每一次呢 都会执行这样一个方法 让i加加 然后我们再设置过来 再设置过来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写的这个效果 能否实现 然后我们浏览器 我们刷新一下 来我们鼠标 一柱 你会发现的 往上加了 是吧 往上加了 但是呢 加的非常快 我们这里面写错了 是吧 毫米 注意的是毫米 一二三 一千 好保存 我们再来一次 好 因为它上下没有居中 我们可以让它上下再居中 上下居中 line hit 就是一个三百 好保存 我们再来一次 发现 我们鼠标没有移入 鼠标移入 然后一 二 三 四 之后上加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操作 就是当我们的鼠标 移出之后 然后让这个定时器 立马停止 这个计数器立马停止 好 那这个怎么做呢 其实呢 非常简单 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 unmouseout 好 这里面我们就要去销毁 这样一个定时器 销毁定时器呢 我们使用的方法叫做 clear clear 叫做interval clear interval 将timer给销毁掉 将timer给销毁掉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能否实现我们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刷新 来 鼠标移入 开始计数 二 三 四 然后我们鼠标移出 哎 还有 那么我们鼠标再移入 哎 又从六七八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有关这个定时器 它的一些简单的用法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 自己想想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 起到这个方式里面 是吧 大家呢 在课下呢 可以自己呢 来做一下 做一些简单的测试 看你就是把这个顺序 稍微的一变 把这个技术器呢 起到这里面 看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自己分析一下 哎 这里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效果 好 那么这集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大家再见